过完年今天要来分享这个炸粘糕 粘糕是阿嬷教你们做的 粘糕拜完了我现在来处理 今天做两种 之前我有做过两种的方法 那我小女友也做过一次 今天阿嬷又做这两种 总共有五种 你们就可以换换口味吃啦 过年的期间阿嬷也有看到 很多人都有做做阿嬷做过这个红豆粘糕 还有菜 大家都有在用功哦 真的 那阿嬷这样就很开心 真的做的都很好哦 我看到都很想吃 真的 第一种就是面粉 鸡蛋 面包粉 先给它沾这个面粉 中间面粉先给它沾好 这个吃起来的感觉 好像里面吃那种炸鲜奶的那种感觉 那个皮啊 面粉已经给它沾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来沾那个鸡蛋 沾好鸡蛋就拿来这个面包粉这里 沾好面包粉让它反炒一下 这个油你看这样可以了 差不多了因为它有小小泡泡 五分肉就好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给它一个一个放进去 开小火就好了 我们放下去你先不要动它 这个时候它有定型了就可以给它翻面了 轻轻的给它翻就好了 有人留言 他说它炸起来的里面怎么硬硬的 它一定是时间炸的不够里面不够透 不要马上火开很大 因为这个棉膏本来就是有一点硬 可以这样试试看用筷子 这样子轻轻的擦你看 现在这样还没还有一点硬硬 擦不下去 你如果一声就擦下去那个就是好了 那你就要开大火 像这样你看已经软了一擦就下去了 这个时候你们就要开火开大一点 因为它的外皮它才不会甘油啊 就觉得好吃才想说来分享 棉膏已经浮上来了 皮给它炸个湿脆一点就OK了 好你看这个就这样炸好了 试看看真的很好吃哦 教你们第二种的是 这个是棉膏 这个是地瓜包起来 等一下焗那个粉下去炸 就这样也是很简单的 只有炸了八片 所以粉不会弄很多 那糖也一点点 一点点糖下去 刚刚有炸到嘛 这个油是热的 热的那我们现在要 舀一些这个油来给它淋下去 就这样 先给它先搅 麵粉全部都吸到油了 那我们现在要放水哦 那你水慢慢放哦 不要放太多 慢慢搅 那一种有鸡蛋 有剩的 你要倒掉也有口息 所以阿嬷就给它放进去 放进去的时候 当然里面的水就不要那么多 因为这个鸡蛋它有水分哦 鸡蛋用下去它就加水了 你看 真正不够的时候再加水 弄到这样的 粘稠度差不多 拿起来它会滴下来 就这样 那我们手洗一洗 用手就好了 就这样子 连糕跟地瓜就这样子 有没有 你们就是这样给它沾好 沾好了 就直接放进去炸 放进去 小火哦 我已经用小小火 它已经定型了 定型刚刚我们这个 放进去的 你会先给它翻面 让它慢慢炸 那我们还有剩一点点粉 等一下要把 这些切出来的地瓜的头尾旁边边的 我放在这个粉里头 还可以这样炸 都不浪费 筷子擦 软了 你们可以开大火了 或许你们不要你用这样夹 就知道了 我们这样炸到金黄色可以 夹起来了 这两种连糕炸好 然后剩下的这个地瓜 我也剩下那个粉 觉得没有浪味掉了 全部都刚好用完 地瓜的这个也很好吃 你们可以试看看 看哪一种比较合你们的口味 希望你们喜欢 订阅轩大早味 今天就拍到这里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